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理结束 太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要来记录一下我的隔离房间长什么样子 这边门口一进来的话是厨房 然后本身它就有服一些锅具类的东西 就是这个厨房是可以使用的 还有洗衣机 然后冰箱也超大 上面还有微波炉 里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都给我们吃的差不多 旁边这边它会有 地暖跟电灯的部分都在这里 然后还有热水可以调 要保持窗户通风 所以我都会开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其实一点点就已经超级冷 现在韩国外面都是 零下四五六七八度都有 超冷 真的要赶快换起来 这个空间蛮大的 我都睡在这边 然后另外一边不知道干嘛 所以就来放一些衣服 然后两个行李箱 其实算超大 就是你还有很多空间可以走 今天是隔离的第五天 在结束隔离之前 还要再去抽一次笔子 这一次的话是要自己走入去 有一点小紧张 在外面的感觉真好 在家里真的好无聊 天啊 是我最爱的东西 终于在街上遇到她了 遇到她了 好开心啊 还有这个一定要看的黄金 视野真的超级好看的 超级爱 那所有的讨论同事 都会一起讨论同事去吃 赞 隔离结束啊 耶 嗨 此此此刻我已经隔离结束 太爽啦 所以我现在要出发去超商 我实在受不了我一定要出门 耶 我现在要来超市买一次的啊 你怎么回事 还要多一点 这是草莓的 都不会在家里 如果您找到哪里 非常奇想 你明镜吗 您可以吗 您可以吗 再用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